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谈谈人的因德 俗话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但这些善行是否真的能在人的身上留下痕迹呢? 让我们一起看看自己是否积累了足够的因德 人的善恶行为会在身体上留下痕迹 这就是所谓的因德 因德是指人在无求的心态下 做出善行,不图回报,不图看好 这样的善行会积累在人的身体上 而做缺德事也会在身体上留下痕迹 因此,通过观察自己身体上的痕迹 我们可以看清自己哪里不足 哪里需要加强 从而修行成就自己 大家好,修行长生 真灵我身 欢迎来到真灵时间 在佛学中 修行的具体方式是遵守五戒使善 带着无求的心态 去做善事 不图回报 不图看好 不管是出家在家 做因德事都是必须的 因为人做的一切都逃不过天的眼睛 在人生中,积累因德很关键 没有因德,就难以修行 也很容易入魔道 真正的修行需要脚踏实地 人不能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要多想着帮助别人 成就别人 这样可以积累更多的因德 从而达到修行成就的目的 在修行的道路上 福报和德行同样重要 同时也需要他人的帮助和支持 只有脚踏实地 持之以恒地帮助别人 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修行的成就 何谓因德 人们常说积因德 那么,什么是因德呢? 因德是指在佛教中 通过行善来积累的功德 但并不为人所知 行善是指帮助他人 关心他人 利益他人 使他人快乐等等 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 还是在宗教修行中 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德的积累需要内心真正的善良 不是为了名誉 地位 财富等外在因素 而是出于智诚的心意 只有在行善时真正无私 无求回报 才能获得因德的积累 进而获得福报和精神上的成长 一经云 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的意思是 一个家庭如果一代又一代的积累善德 就会得到上天的眷顾和保佑 子孙后代也会因此得到好处和福报 相比之下 积累金钱 财产 书籍等物质财富 虽然也可以留给子孙后代 但可能无法保证子孙后代能够继承和管理好 因此 积累英德对于子孙后代的长久福祉来说 更加重要和可靠 孔子 范仲淹等历史名人的子孙后代之所以受到尊敬 也是因为他们的祖先积累了善德 为子孙后代创造了良好的家庭环境和道德基础 反之 行善而为人之就是扬善了 过度强调名誉的行为可能会失去其本意 成为浮华的虚名 反而得不到真正的福报 因此 在行善时 应该注重行善的本质 而不是追求名誉和回报 在传统文化中 强调的是藏功欲深 不露归角 即不需要公开宣扬自己的善举 而应该默默无闻地做好善事 这样才能真正达到积累因德的目的 据传统说法 一个人的因德或缺德可以在面向上体现出来 因德表现为面色红润 气色好 额头饱满 眉毛稠密 目光明亮 唇红齿白 面部轮廓清晰 尤其是两颊有红韵 而缺德则表现为 面色暗黄 气色差 额头凹陷 眉毛稀疏 目光昏暗 唇色发黑 面部线条模糊 尤其是两颊无红韵 当然 这些面向表现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人的品德和行为 仅供参考 1. 印堂 印堂好命功 主一生容枯 2. 颜兽毛相 如果一个人一生行善 不悔不疑 至晚年 眉尾会生出三五条特长的眉毛 此眉名五彩眉 乃得众望 颜年亦寿之征兆 幼儿内生毛 乃高寿之急兆 3. 眼下 眼下称为紫西宫 阴德宫 是主要表现一个人德行的地方 4. 法令纹 法令纹 是表现一人的德行的纹 此纹一般中年后才出现 5. 脖子光亮 人要的长生不老 青春常住 脖子上的喉轮打开 如果一个人喉轮打开后 不管是一百岁二百岁 脖子都是不显老的 古训言 利荣明不如重隐德 人为什么要基因德 俗话说 人做善行 人做善事 天地良知 必有福报 所谓的善行善事 指的就是积德 人积德越多 福报也就越大 民间历来有积阳德 积阴德之说 阴德天报之 阳善想事名 阳德主荣 阴德主受 积阳德是指为他人做了善事 并且这些善行为人所知 赢得了他人的赞誉或应有的回报 这种善报已在可适的时空中完成 是在社会中为人所公认和所接受的善行 可以获得名誉 地位 财富等物质和非物质的回报 积阴德是一种善行 指的是为他人做了善事 却不被世人知道 善报没有在可适的时空中完成 这种善报只能通过不可适的时空完成 虽然这种善行为使人得到可适的荣华富贵 但却可以使人得到不可适的寿命延长 因此 基因德的人在道德和精神层面上得到了一种持久而深远的奖赏 另外 基因德也有助于净化人的心灵 增强人的道德品质 培养出真正有用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如果你做事 有某种动机 或许想让别人知道 即使你做的事再好 这也叫扬德 做扬德的事容易做 但关键是人要多基因德基扬德别人知道了 善德不如应德基得住和留得住 如果修心 修行不够 或造点小恶 随修随报 到后来好的善果就没有了 所以只有多基因德 德才能基得住 也留得住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 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 让大家更加认识到 因德的重要性 希望我们都能时时刻刻 秉持着善念 积累更多的因德 并在人生中留下美好的痕迹 咱们再说